娱乐通天下娱乐乐翻天 欢迎来到Top最娱乐 张楚就不该参加闪光的乐队 请注意组队师李润奇对他说的话 26位音乐人齐聚闪光的乐队 称得上大咖的还是有几个 比如杨坤、张震月、张楚他们三个 都有过相当辉煌的曾经 从节目的安排来看 显然他们把张楚放到了很重要的位置 比如在仙岛片中 张楚不仅压轴登场 而且节目组只给他一个人播放了他以前开演唱会的视频 大概是想引起全场回忆杀 让其他25位音乐人对张楚心声敬意 节目组还请来汪峰、周迅等人为张楚录视频打扣 这些待遇其他25位音乐人都是没有的 的确 从资历来看 张楚的确是老大哥了 1994年跟斗维 何勇合称为魔言三姐 在华语乐坛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们的音乐直接影响了中国摇滚乐的发展 不用说 张楚一定是华语乐坛标志性的歌手 地位非凡 也有传唱度很高的作品 在节目组的观照范围之内很正常 不过 张楚在节目中的存在感并不强 甚至有些尴尬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在第一期节目中 音乐人户头选出六位队长 张楚获得的投票数没有在前六名之内 所以他没能成为队长 而李玉刚 杨成林 王林凯三个歌手都当上了队长 要知道 张楚最开始就是乐队出身 他曾经的乐队叫独次乐队 即便没有乐队经验 以张楚的资历当个队长还是没问题吧 然而支持他的人很少 可见张楚现在已经没什么号召力了 第二 在第一期组队环节 由于李润齐很喜欢张楚 视他为偶像 所以很想跟张楚组队 于是就拉着胡雨彤去跟张楚商量 李润齐刚开始还是很客气的 走到张楚面前先鞠了一个躬 然后说张楚老师 你好 我叫李润齐 你喊我小李就可以 可接着 李润齐就说错一句话了 他向张楚介绍胡雨彤的时候说 这是我们的队长胡雨彤 咋的 当着张楚的面这样介绍 未免太不把张楚放在眼里了吧 张楚巅峰的时候 你俩还没出声呢 真是没大没小 第三 胡雨彤把张楚挤到了一边 自己占了C位 张楚答应了跟胡雨彤 李润齐组成一队 叫690乐队 第二场音乐节690乐队演唱结束后 三人一同来到台上接受投票 三人的站位也相当有意思 按理说 一定是张楚站在两人中间 然而却是胡雨彤站到了中间 张楚则被挤到了一边 这些都能说明 张楚现在基本没什么存在了 胡雨彤和李润齐两个小辈 当然不是故意这样对待张楚 相信他们也是无心之师 但是 这种无心之师实际上也是潜意识激发出来的行为 说明在他们内心深处 大概也认为张楚糊掉了吧 其实张楚从很久以前就没什么话题了 哪怕连很多90后都不认识他 更不用说00后了 一直以来 张楚也很少上综艺 不知道这次节目组把他请来到底处于各种目的 说实话 张楚完全没必要参加这种综艺节目 讨不到任何便宜 节目组再怎么捧都没用 因为现在是流量时代 好了本期节目就先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